大家看我视频这么久 蛋糕这个词应该是听过无数次了吧 视频中或者互动区 大概也是见过百万蛋大大名这种说法 你们有没有发现 一个大名的蛋糕到底是多少 或者某个蛋糕数字到底能养多少军队这样的话题 经常都能引起评论区的争论 比如统侠兼之战时 金川纪元八十万蛋 你说他出兵一万人的话 大部分战国爱好者都会说你低估了金川军 而芝田信长四十万蛋 你说他出兵五千人的话 又有很多战国爱好者会说你高估了芝田军 明明这就只是朝廷对一定范围领地价值的衡量 那蛋糕的定义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争议 蛋糕和实力之间的关系怎么就这么不准确 以及所谓的百万蛋大大名到底有多少个 为什么百万蛋大名会成为日本战国叙事中实力强大的代名词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这里是巫女花散礼 引起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 记得先点赞关注哦 说到百万蛋大大名 大多数人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前田立家 因为加贺百万蛋或者金泽百万蛋这个名词实在是太有名了 而金泽的领主就是前田家 前田家的创业鼻祖又是前田立家 因此大家很容易把百万蛋和前田立家联系起来 首先这种情况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在江户时代真正名义上达到了百万蛋的大名就只有德川家和前田家而已 其实前田家在官员之战前并未达到百万蛋的领土 但是由于战后的获益领土达到了120万蛋 所以其实真正的百万蛋是前田立家的儿子前田立长 在明治维新的新爵位体系中 前田家也获得了侯爵爵位 主要是因为百万蛋的领土的维护费用意外的高 加贺的智力又一直赚不到什么大钱 所以其实后来前田家财政上一直没什么余力 实力没有想象中那么强大 也就没有像西兰墙翻一样地位提升 关于华族这个明治维新中的贵族体系和生活方式 可以回看之前的这个视频 那么我们不仅仅局限于江户时代 也来看看安土陶山时代除了知田家 封城家和德川家之外 曾经成为了百万蛋大大名的武士豪门们 一般认为武田信玄在他的巅峰时期 蛋糕大概是130万蛋 主要是姓农国的蛋糕比较高 但是如果和武田信玄所占有的土地面积相比 其实这个数字就相对较低了 主要是因为中日本基本都是山地 武田信玄死后武田圣奈继承了武田家 圣奈为了向家臣们证明 他是不输给姓玄的可靠君主 采用了积极与知田德川联盟对抗的态势 从而使得武田家的领地达到了巅峰 而后武田圣奈在长啸之战中败光了家业 最终知田信长派提长指知田信中 执行甲州征伐 彻底灭亡了武田家 上山迁信在日本战国有军神之称 自然是征伐平凡武功卓越 他从北陆起步 最盛时还统治了上业国 以及东北和关东的部分地区 领土蛋糕现在被认为大概百万弹 而且由于他神乎奇迹的军事才能 可以说是有机会问鼎天下的大大名之一 无论千姓最盛时期有没有到达百万弹 他死后 珊珊家的御馆之乱 和与知田家的战争都大大削弱了他们的实力 在村子三城都有思想危机的时候 本能是之变不是其实的发生了 局势急剧转折 珊珊谨慎赶紧抓住机会抱紧大腿 迅速与封城修集结盟 珊珊家的老对手财田圣家农川仪义和僧长可 都被大大削弱 后来封城天下时 珊珊谨慎作为秀吉中心的家臣 拥有了约120万弹的领土 秀吉时候 珊珊家先是卷入了封城政权 近江派和伟章派的争执 后来又卷入了十田三城为首的力疗集团 和德川家康为首的武将集团之间的争执 后来德川家康决定拿珊珊谨慎开刀立威 啊那几个抱团的我暂时惹不起 你一个珊珊家都惹不起 我家坑工还混什么战国 战后珊珊家的领地被削减为30万弹 岛金家活跃于九州中国一代 在封城秀吉发动九州征伐之前 岛金一九的最盛时期 拥有大约165万弹的领土 九州征伐之后 秀吉将岛金家的领土削减为60万弹上下 官员之战中 尽管岛金一红战队的西军 但是通过巧妙的外交谈判 成功避免了实质惩罚 领地得以保全 后来岛金家又被加封了琉球群岛 因此在江户时代 岛金家的表高达到了77万弹上下 看起来是江户时代相当大的一方势力 但是其实这个数字也是被大大高估了 因为江户时代计算表高时 大体是用玄米计算的 然而岛金家的九州领地 一直是用的粗米 因此一般认为 岛金家在九州的石膏 因为36万弹上下 再加上琉球 在江户时代 其实力因为50万弹上下 但是因为岛金家的表高是77万弹 萨摩帆的各项异物 也是按77万弹来算的 这就导致江户末期 萨摩帆的负债 可能已经高达500万两之巨 属于是吃了老板画的大饼 真以为自己是小组leader了 岂不知升职加薪都没份 问题责任白白背 从出云国守护代开始 启示了尼子金九 一度短时间控制了 三阴三阳八国 超过一百万弹领地 但是好景不长 毛利元旧崛起之后 尼子家逐渐示威 尼子金九的继承人 尼子勤九在谋略上 败给了毛利元旧后 家族衰落 再后来 日本历史上最著名的武士之一 尼子家忠心耿耿的遗城 三中路之界兴盛 主导了尼子家恢复 尽管尼子代行军 借用支田信长派遣封城秀吉 出击中国的契机 使得尼子家一度有中心气象 但是最终 是在上月三部城之战中 支田信中和封城秀吉 决定放弃上月城 决战三部城 留下尼子家三千人 独自面对毛利主导的 西国联军六万主力部队 尼子家彻底灭亡 丹羽长秀 作为支田信长的左板右臂 在信长时代 就是六位数蛋糕的大大名 而后在本人士之变后的 青州会计和剑阅之战中 丹羽长秀支持封城秀吉 是秀吉成为天下人的 决定性外援之一 最终 剑阅之战之后 丹羽家的蛋糕达到了123万蛋 丹羽长秀死后 秀吉计但丹羽家的实力太强 开始削翻 丹羽长重时期 丹羽家不仅被回收了 广大领地 许多与能力的核心家成 也被封城家移封出去 最终丹羽百万蛋 则是一代的炮鱼 自毛利元旧开始 毛利家在中国地方启事 最终几乎成为了西国霸主 在毛利元旧的最盛时期 毛利家统治了中国地方的十国 领地蛋糕大约是150万蛋 原旧史后 很快到了其孙子毛利辉元的时代 这时毛利家与知田家 几乎在进行最后的争霸战争 但是毕竟实力悬殊 毛利家的领地不断萎缩 最终应该是在仅剩100万蛋 到120万蛋领地时 本能是汁变爆发 结束了毛利家灭亡的进程 后来毛利辉元作为封城秀级的核心盟友之一 一直维持着强大的政治影响力 和超过百万蛋的广阔领地 就此时候 毛利辉元也卷入了十田三城和德川家康的争执中 他作为西军总大将 支持十田三城一派参加官员之战 战败之后 毛利家的领地被削为36万蛋 或者29万8千蛋 一说实际应该是65万蛋 但是毛利家维持65万蛋的话 就高于东军主力福岛正泽官员之战后 获封的49万蛋了 因此江户幕府修改了毛利家领地的表高 最终是让毛利家的领地表高加和 变成了30万蛋上下 而后毛利家在新的江户时代 重新开发新田 发展经济 收集人才 石膏又再度大幅上升 一般认为 江户中后期毛利家再次达到了 百万蛋大大名的经济实力 伊达家从经营东北开始扩展 到伊达郑中投降封城秀吉之前达到顶顺 拥有大约114万蛋领地 在小田园之战后 直到官员之战前 伊达家在封城政权系统下 领有58万蛋 一说 德川家康曾经向伊达郑中写下承诺书 保证恢复伊达家为百万蛋大名 但是因为伊达郑中 三洞一魁的事情败露 家康以此为借口 只是象征性的给伊达家增加了4万蛋领地 因此伊达家以62万蛋领地进入江户时代 自北条早云起 北条家五代人经营关东百年 创造了辉煌的家业 在关东争霸中 北条家不是积极出手的一番 但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 北条家都处于虽然不是关东霸主 但是实际上是关东实力最强的状态 按照小田园征伐后 德川家康一封关东计算 北条家巅峰时期 领地因为250万蛋上下 小田园之战后 秀吉并没有按照约定 归还北条家的巷魔和五丈两国 本身北条家应该就此退出历史舞台 不过最后朝廷还是给予了北条家赦免 象征性的恢复了北条家一万蛋领地 这只北条家存续到木木 以上就是安土陶山时代 达到了百万蛋领地的豪族们 此外在他们之前的第一个天下人 三好长庆 全盛时期一般认为领地蛋高 是在135万蛋左右 是的 百万蛋大大名其实就已经到了 如果有天时地利人和的话 就可以主导日本政权的实力了 是真正战国实力者的代名词 在我以前的视频中 有时也会看到观众误以为 金川家 大内家 长中五不家 这些也有百万蛋的领地 其实他们都没有 这三家全盛时都是七八十万蛋的领地 我一般在视频中 会说准百万蛋 或者是百万蛋级别的力量这样 在当时 大几十万蛋已经是非常显眼的势力了 然而看看这些百万蛋大大名们 大家也看得出来 如果你真正拥有了百万蛋的领地 领地维持和你与中央的关系 都会变得非常棘手 除非你自己出来增天下 看起来 也只有钱田家 是在无心天下的前提下 维持住了庞大领地蛋糕的经营 也许家康只能接受他们获奉百万蛋 也是看懂了钱田立场的为人吧 都看到这儿了 别忘了点赞订阅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